2012年,A-Level 44 條 題目指出 T 是 0 時,Activity 是 250 個 B-Q 現在 30 分鐘,現在 54 個 B-Q 問你 Activity 10 分鐘是多少? 10 分鐘正是這個時間的 3 分 1 但 Activity 並不是它的 3 分 1 原因是因為 X Potential Decay 所以我們就要用 X Potential 方法去做 一開始的時候, T 是 0 時, A 0 時, T 是 250 個 B-Q 現在過了 300 分鐘,我們就用 A 等於 A 0 E 負 K T 的方形式 A-Log 是 250 個 B-Q 現在過了 3 分鐘後,新的 A 是 54 剩下 E 負 K 30 分鐘 我們現在把 K 放出來 我們按按機器, 54 除 250 這個數字是 0.216 X Potential 如何解決呢? 兩邊就剩下粗鑼 負 K 30 本來是 index 就變成 base 那麼我們就 OK 我們就靠負數吧 除回 30 回 10 回 30 除回 30 我們發現數字就等於 分數是 0.0510 K 這樣 現在呢,我們要分數10分鐘 我們想是 A 等於 A 0 E 負 K T 但這次的不一樣,就是 K 我們已經找到了 就是 0.0 5 1 8 2幾 接下來把褲取回 再乘以10分鐘 然後按expotential 對不對 答案 原來答案是0.6 就是250 x 0.6 又一乘以250 答案用150BQ 答案就是poiler